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先来看看呢,怎么使用SKREM里面的LDA来进行降维 那首先呢,我们先用IRIS DATA 那我们先不管讯定样本跟测试样本这个概念 我们就把整个IRIS DATA丢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视觉化的方式 看它都投影到二维的状况 那IRIS DATA呢,它本身是三类 然后呢,它有四个维度 花二的长度,花二的宽度,花瓣的长度,花瓣的宽度 那LDA萃取呢,就是minima4,那个维度量4 或者是number of classes-1,类别数-1 那它有三个类别,减1随2 所以呢,IRIS呢,最多呢,只能萃取两维 用LDA最多只能萃取两维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怎么做呢,怎么萃取这两维呢 首先我们先连接Collab,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好,那就IRIS,因为我们只用LDA 好,那官方网站里面有比较LDA跟PCA的状况 那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去看 好,那我们先把IRIS今天载进来 所以from skrent.dataset 然后import,然后load 对不对,然后IRIS 先把它载进来 好,载进来之后呢,我们要给它一个名称 对不对,好,IRIS就等于loadIRIS 好,IRIS再进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要用PCA来进行降维 对不起,我们现在用LDA来进行降维 好,所以我们要先把LDA找出来 好,那LDA在哪里呢?在Skrent里面的 好,它有一个叫做Discrimination Analysis 好,那LDA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线性区别分析的一个方法 所以在Skrent里面的LDA呢,它可以拿来做分类 也可以拿来做降维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面import 好,那LDA LDA是这一个Linear Discriminate Analysis 好,把它载进来 好,载进来之后呢,因为这个LDA这个缩写没有用过嘛 好,因为它用的是全名Linear Discriminate Analysis 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取一个名字叫LDA 好,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一个 好,那我们可以告诉它说我们要降几维 好,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Number of Components 你可以给,可以不给 好,你可以给的话,你可以指定它是两维 那它就会是两维 那你如果不指定的话呢,它就会是我们刚刚说的在这里 好,它就如果你不指定 不指定的话,它就会是什么 minima的Number of Classes-1 或者是Number of Features 所以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 那不给的话,以Iris Data的话 Iris number of Classes是3 所以3-1就剩下2 对不对 Number of Features是4 所以这是2跟4取minima 所以就是2 所以你现在给跟不给,结果都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可以给 那我们就是Number Components 对不对,我们给它2 好 给它2之后run一下 这时候只是告诉说,我现在有一个LDA 这个LDA是要抓两维 好,那我还没有训练这个LDA哦 所以我们要training它 好,所以LDA里面我们要做fit的动作 好,那fit用什么来fit? 用我们的Iris Data 所以Iris里面的data 我们就可以fit 哦对不起 LDA不但要data,LDA还要label 对不对 LDA是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它要while 它要data跟label 所以要data跟label 刚刚忘记打 那如果是PCA的话呢 它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它只要data就可以了 好,run一下 好,这样子呢 我们的LDA就训练好了 LDA训练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data呢 投影到一个比较低的维度空间 好,所以我们要lda.transform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irisdata 然后把它投影到比较低维度的空间 好,投影下来之后 你看它是两维,有没有看到 好,你看投影下来之后 它的data是两维 好,那这里呢 我就给它叫做reduced data 所以我们叫它叫做reduced reduced iris 好,然后我们把它再run一次 它就可以存起来啰 好,存起来之后呢 我现在要把它的散布图画出来 那散布图画出来 最简单的就是用seaborn 好,所以我们可以import seaborn plussns run一下 好,那sns里面呢 它有一个什么叫做scater plot 那首先呢 要先有xs 第一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reduced iris的第一个维度 所以就是零 对不对 y呢 就是第二个维度 所以reduced iris 冒号 我所有点都要 好,第二个维度是1 好,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画了 好,你画出来就可以看到 哦,这是seaborn 好,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要把它什么 搭上它的label 好,所以最简单的话就是hue 然后里面就给label label是什么 label是iris的target 好,这里就可以run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iris 用label投影之后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稍微来试一下看看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 你看到label呢 如果你投影在这里的话 你看好像可以从这里就画一刀 有没有看到吗 就可以把两边切开了 好,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代表这里画一刀就可以把这三类切开了 所以你看这是它的主轴 就是label的第一个主轴 所以label的第一个主轴 因为它考虑到类跟类之间的seabornability 还有自己主内的seabornability 它希望什么 类跟类之间的seabornability要越大越好 那主内的seabornability 刚才讲的是主间要越大越好 主内要越集中越好 所以你看它是很容易就可以 在第一个维度里面 是很容易就被线性分割开来的 这就是LDA它降伪的好处 那你可以跟PCA去做比较 可以看出它的差异 那你怎么看LDA跟PCA的比较 你只要看它的官方文件里面就有 它就有一个IRIS的LDA跟PCA之间的比较 好,那就以上 好,好,好 好,好,然后